闖空军基地 乱丢钢盔 陆战队军纪幻散 我国海军陆战队曾被美国国会形容 战力不输先进国家 但在上月的汉光演习 却爆出军纪幻散的离谱事件 驻扎台北线的海军陆战队66旅 为了演练跨区增援台中清泉岗空军基地 上个月28号近百名队员 搭乘三辆巴士抵达基地大门 宪兵发现人数超出太多 要通报 部队却不理 直接开进基地 待命的宪兵紧急出动 冲出来篮下三辆巴士 要求巴士退到基地外 陆战队只好到大门外下车 在宪兵监督下清点人数 两个多小时后才重新进入基地参与演习 海军陆战队66旅昨天又被抓包 在台中风源车站要搭火车南下时 有民众募集士兵将钢窥乱扔一地 自己再躲到阴凉处休息 还有士兵在钢窥堆中跳格子 国防部坦承66旅有疏失将追究责任 做这样的时候可以有潜意措施 但你演许你就应该还能归你 都是经济不当 没有非常重视这个暗光演习 所呈现出来的乱象 动新闻台中报导 集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秀 必然被抓标到了 和防体车内部 imas证学中文字幕志愿者 发展 指环 realize 您的最遍 黑队 非常明眼 但云 这个